最近有媒体爆出山西省有多家火电厂联名上书 称煤炭价格过高 电厂亏损严重 但是多次联名上书都没有回应之后 山西多家电厂负责人近日干脆集体进京 代表山西部分电厂向相关部门提出了调高电价的建议 电产量超8亿吨的煤炭大省山西 却是全国发电企业亏损最严重的省 不管你信不信 这的确是目前的现实 近日山西多家电厂负责人集体进京 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了调高电价的建议 记者也多次拨打相关电厂电话聊的情况 但一直都未能拨通 随着冬季供难需求不断增加 煤价居高不下 这让火电企业较苦连连 有电厂企业负责人说 从2008年到2011年10月 山西火电企业的道场标煤单价 从每吨340多元涨到800多元 涨价幅度达到130%以上 然而电价的涨幅却少之又少 仅仅只有37.5% 还不及煤炭价格涨幅的三分之一 由于无法承受煤价上涨的成本压低 很多火电厂都已经陷入了巨额亏损的境地 虽然此前发改委否认将全面上调电价 但其价格私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会对部分价格矛盾择机调整疏理 其中包括供暖天然气以及电力价格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现在煤电矛盾越来越严重 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电厂这次集体赴金后 电价有可能在年内商调 二亚卫视 孤单的张敏 北京报道